What is the biggest misconception people can have about photography? 人们对摄影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呢? 哈树大师郑嘉靖分享他对这个事情的观点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解就是说 如果可以把摄影的嗜好变成一个事业 你就一定会很开心 因为可以每天拍照 一边拍照又一边可以赚钱 其实很多商业摄影家或者是专业的摄影家 一旦把摄影当成全职 都发觉能够给自己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甚至到某一个程度就是 连自己以前喜欢乱拍的东西也不去做了 如果真的喜欢摄影 就继续地去享受这个艺术 这个创造的过程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要想说 可以不可以把摄影当成一个赚钱的方法 因为艺术跟钱一旦摆在一起 就很多程度上都需要做一点牺牲 就是说你要赚钱还是你要搞你自己的艺术 我觉得说很多人都以为说 好像把摄影当事业赚钱蛮容易的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你如果很容易对一些小小的成就就觉得满意的话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很高兴 但是如果你要达到一个世界顶级的摄影水平 你所要牺牲的东西可能是你付不起的 你能够做什么 你能够做什么 但根据我看我看 差不多不可能 很多人 后来成功了 后来成功成功与的照片 我会觉得这很难就说 好的 我会向所有的对照片做出的 我赚够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我现在把时间留给自己 这个可能要等到一个人六十岁七十岁,觉得钱有了,家庭事业都有了 我现在最后的十年二十年,可能可以再重新的去享受摄影 我觉得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改变一样东西的话,就是让年轻朋友们了解到,就是钱不是一切 不要等到有钱没时间的时候,才去想说,我二十年前想拍的那东西还没去拍 可能我可能是个艺术的那种小时,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能够说,钱并不是全部 我现在不胖,我温达但我没有信任何欠缺费,能够担任何我应该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